中華之棒上週十大好球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某某风运动 我是林安佩 桌球王子江洪杰退休之后跨足演艺圈 担任全明星运动会的最帅领队 瞬间人气爆棚 广告还有代言的邀约不断 不过他始终没有忘记初衷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设桌球馆 而且还亲自校长兼壮钟开班授课 真是希望可以跟更多人分享桌球的乐趣 进而爱上桌球这项运动 推起拍来杀气十足 精准掌握小白球节奏 外形阳光帅气 一举手一头足 散发出迷人特质 江洪杰从桌球运动员退役后 转战演艺圈人气爆棚 如今他又有新的身份再度斜杠当起老板 开设属于自己的桌球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江洪杰 欢迎你们来到我所创建的 On World TD桌球馆 其实这场馆呢 就是跟市面上比较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有非常明亮的环境 还有调高的空间 对 那最主要我们还有一台 非常非常厉害的MR的投影设备球桌 还有一个我自己本人也是有点害羞的球场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咯 Go 大家可能有发现就是我的店里有一句slogan 是Star from Heart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因为从小时候我就是桌球带领我到现在这个人生 那我现在开始要把从最初心的部分 然后再交给大家 从这个新出发给大家 把我所学的桌球的一些专业跟技术 甚至可以让他们觉得很快乐的事情交给他们 从桌球王子再到运动实境节目的领队 工作上江洪杰多元尝试不设限 内心对于桌球的热情却从来没有减少过 希望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要把桌球变成全民运动 吸引更多人认识桌球爱上桌球 其实我开这家桌球馆的宗旨 因为我觉得我本身也是算专业的桌球的教练 然后也是之前是运动员 就是我希望来打球的小朋友 都是快乐的不要有压力 那再加上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运动你 你一开始的基层一定要必须先壮大 到后面你才会强嘛 对啊 就是觉得他们 你看他们现在也很开心啊 你在那边训练桌球 不是真的好像一定要很辛苦才能打桌球 其实桌球可以练得变得非常好玩 江洪杰笑赏肩壮中亲力亲为 玩起秀子全部自己来 盯着明星光环开创副业 从店内的装潢再到店里的营收 全部都一手包办 甚至还化身张教练亲自开班授课 感受他的亲民魅力 我觉得我人生好像一直都是不断的有压力 我当球员的压力 然后我踏远演艺圈来 对我来说也算是这种压力 那现在其实开球馆也是我的压力 因为完全是不熟悉的领域 对啊 然后不熟悉你要经营的方面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教练们 对所以不管什么压力 我觉得就是学习啦 因为人这辈子就这么一次 你学习到的东西 我觉得充实自己 我觉得是对我来说 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说真的球馆也不是特别赚钱 不会赚钱 说真的啦 我也不是以赚钱为前提下来开这个球馆 我只是希望大家喜欢桌球 然后用什么方式来就是让觉得 让小朋友觉得哇桌球很有趣 来我这间球馆又得到不一样的一些体验 这是我最 你知道最想做的事情 这张MAR手桌头也顺便要超过一百万 但是我觉得蛮值得的 对我自己对自己来说 我觉得看到小朋友可能开心在玩 然后有一个很舒服的检视就够了 这一间桌球馆最吸睛的 就是砸下上百万 结合科技元素 研发全台第一座 MR沉浸式球台 两款互动视觉游戏 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 亦或是桌球新手也能融入其中 在这玩得不亦乐乎 第一款游戏是这个冰山炸弹 那第一款游戏呢比较偏向是初学的 就是给小朋友玩 因为它算是一种对战的模式 那玩的方法就是前面有个冰山 然后我们发球过去打到的位置 看它的难度多少 所以给的分数就会多少 好 我们第二个游戏叫做快打拼图 来 这个游戏规则就是 对打的时候把球 就是打到对方的框框里面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害羞事情等一下就要发生了 而且这个游戏是 还没有曝光过 第一次 其实在研发这个时候 他们就说要用我的脸来做就是 拼图 我觉得他们从那球墙开始 就对我有点偏见 努力把桌球馆变得好玩时尚 还把从小到大参赛 和训练所用过的桌球 拼出一整面脸谱王美墙 供民众打卡拍照 堪称是全台最美桌球场 好 现在来到这边 就是我刚才说 那个让我很害羞的球墙 其实呢 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时候 就有跟 我们设计师说 是不是不要把我的照片 就放在这 但他最后就想一想 如果是这面墙是放球 是不是有特别有意义 因为我从国小 我们那设计师跟我说 我从国小到大 到底训练过几颗球 那我就大概推算 然后给他一些数字 然后他就真的算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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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是1314万颗 然后大家就觉得哇塞太巧了吧一三一四就决定用这个数字 然后取中间的一些球出来 那有一些球其实还蛮特别的 有参加过一些比赛像世界杯啊 奥运这些球我都会用在这上面 江洪杰筹备两年多的桌球馆终于开始营运 小白球在球拍与球桌间来回碰撞 到这里没有高压的训练 只有从玩游戏体会打球的快乐 如同自己的育儿心法 不当虎爸不给压力 从陪伴中培养不同的兴趣 让小孩自由发展快乐成长 我觉得我就是 陪伴我觉得陪伴很重要啦 对这时候的小孩子陪伴很重要 但是他们还是会 因为两个小孩街很近还是会吵架 我觉得就是不断的沟通然后陪伴 如果我从小就逼他们 一定要打桌球 然后他们也不喜欢 然后搞得好像亲子的关系又不好 我到底要当教练还是要当爸爸 还是要当什么 我觉得我会让他们自由发展 那如果他们真的要选择桌球 那我一定全力支持他们 对 我完全无设限 运动细胞喔 弟弟 对 弟弟他的运动细胞确实 比较好一点 可是他男生他也比较活泼 也比较好动 但姐姐是偏比较静态一点 姐姐的音感唱歌这部分 其实还不错 就是两个人的个性 其实还蛮明显的 江洪杰父兼母职 一肩扛起养育一双儿女的责任 尽管历经婚变 但他继续向前看 如同球馆名称Onward 把心思都留给照顾小孩与经营球馆 面对低潮或是低谷的时候 当然你还是情绪会在那 还是会有负面情绪 但是能做到的 可能就是我当球员给我的一些想法 就是你必须得把这个很低潮的思维 你要必须得快速地转换你 才能到达你人生另外一个高峰 江洪杰从运动员 在跨行到光鲜亮丽的艺人 身份的转变遭遇到不同的压力 但他早就练就坚强的心理素质 放下不必要的负面思绪 用更有弹性的方法面对 不允许自己陷入低潮 其实我慢慢的 已经慢慢的习惯 然后也慢慢的接受 因为我觉得 既然就已经走到这个路上了 我觉得大家 不管是好的评价或是坏的评价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还是在学习 然后还是在进步 我觉得多一项技能 其实还不错 做得好不好 我觉得 我觉得我自己准备够了 不管呈现的评价 或是表现的怎么样 我对得起我自己就好了 身兼球员 艺人 父亲等多重身份的江洪杰 用从小担任运动员 所培养出的抗压力 完美升任各种角色 如今再次展开全新的 人生新局 成为桌球馆老板 他将会努力挥拍 在事业第三春 打出一季完美的ACE 打造全台顶尖桌球馆